醒目一响咱们是继续开书 前文书咱们讲啊 这第一次大清朝在青藏高原 与准嘎尔韩国的对决 也就是啊 这大清朝一方都统色冷 与这个西安将军厄伦特 率领着这清军呢 和大侧林敦多部的准嘎尔韩国部队 这一场仗下来啊 大清朝就输了 输得挺惨啊 虽然呢损失了五千八旗将士 可是啊 这五千八旗将士 说起来可是全军覆没呀 那么说这么一个结果 对大清朝廷 对康熙皇帝是接受不了的 自这个准嘎尔韩国 第一任大韩彻罗斯赶尔丹 自杀以后 被康熙皇帝错误饶会 这康熙皇帝 一直可就没把这准嘎尔韩国 放在眼里 并且在大战之前 康熙皇帝竟然写信 给准嘎尔韩国的大韩 侧王阿拉布团 告诉他 我们大清朝的部队 就要进藏了 进藏之后 对这个皇教 一是要保护 二是要不乱反正 里外里啊 就没拿准嘎尔韩国 在西藏的这几千人 放在眼里 所以这败仗的消息一来 对这个躊躇满志 等待截拨的康熙皇帝来说 那明显就是当头一棒 那么说当头一棒就完了吗 当然不是 康熙皇帝也觉醒到啊 这次必须要总结 上一轮驱准宝藏战争失败的原因 重整旗鼓 这圣主也要再争高原 哎 您别看呢 这第一仗他败了 后边的故事啊 应该是越来越精彩的 因为这仗啊 他没打完嘛 那么说 康熙皇帝对这场战争的失利 他总结没有 哎 他还真总结了 那他总结出来 他怎么失利的呢 首先说呀 将帅不和 这个前方传来的消息说呀 二人均称为首 互不相让 导致不睦 我想这康熙皇帝呀 在出兵的一史 可能就没太明确 这两人呢 谁是主将啊 谁是侧应 而且这二位呀 一个是皇帝的亲之近太 另外一个呀 是高官官职不小 所以呢 才谁也不服谁 不过从最后战长的结果来看呢 显然这厄伦特的军事指挥 要比色龙强得多 厄伦特做出的应对策略 都是正确的 那这就来到了第二点 那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那这话是说谁呢 当然说的是主力军方向的色龙 这色龙啊 为了抢弓 突袭冒进 当然了 他个人认为啊 过了通天河以后啊 往前突袭几百里 或者千里以外 才会和准军相遇 谁想呢 这大侧丁蹲多步 一只偏师突袭而来 就在通天河边上 跟他展开了决斗 那这一下子 清军呢 就处在了不利的地理环境之下 那不就应了那句话吗 前有着准军堵截 后有大荷兰路 很明显呀 在那会儿的后勤 补给不充足的条件下呀 这种决定 地理位置啊 那就叫做绝地 那再来呢 对清军不利的 那就是气候了 气候恶劣 补给困难 藏地 冬季瘴气 易烈 人不得食 指动 全身 肿胀 既亡 这古人呢 一到了这个 地形地势 气候恶制的地方啊 他们不懂的病 他们都归于 瘴气 到了南方 燕瘴之地呀 也叫瘴气 到了这个高原呢 高原反应啊 他也叫瘴气 这就是高原反应以后啊 这人呢 又没有吃的 浑身肿胀 是动饿而亡 所以说这大清朝 第一次对清藏高原 用兵啊 还采以失败告终 那么真的死了五千人吗 实际上啊 这是官书上写的 到不尽然 有相当一部分人呢 被俘了 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呢 逃亡了 有的呢选择从这个 康区的打进炉方向啊 逃往内地 也有人呢 选择从这个青海 原路返回内地 无论是怎么个选择方法啊 都在短时间内 回不到清军大营当中 所以才爆了阵亡 这战争势力的原因呢 还有一项 这一项啊 我想完全就得愿康熙皇帝 很明显 这会儿的康熙皇帝 已然了解到 这藏区人民 西藏拉萨的三大寺 以及青海 和水特部的诸王公 他们支持 他们心里认定的达赖喇嘛呀 是现在在塔尔寺修行的 六世达赖喇嘛 苍阳家措的 转世灵童 格桑家措 这康熙皇帝 这次进兵西藏 就应该打着呀 护诵六世达赖喇嘛的 转世灵童 格桑家措 入葬坐床 这个旗号 一呢 顺应天意 二顺应民意 三呢 这准个二韩国人呢 也没有话说了 他们就不能阻拦 因为这准个二韩国人 入侵西藏 也是打着扶正 这格桑家措 入葬坐床的旗号来的 手里攥着这么一间大发宝 没记起来 发挥作用啊 那完全是 康熙皇帝 决策上的失误 那么说这康熙皇帝 就那么傻吗 实际上啊 就是要面子 因为那个贾达赖 格桑一席家措呀 康熙皇帝 册封过 那这会儿再不承认呢 他就属于是啊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自个儿抽自个儿 大嘴 一样 跟我们家乡话呀 说的更不好听了 叫拉屎网回座 这也就是啊 历史上所有的 所谓明君圣主啊 犯的一个通病 这面子呀 总觉得挺值钱 实际上千里好江山 那才是真格的 面子到这时候啊 不值钱 并且您成了错误之后啊 这大臣们也没人敢含着您不是 那谁让您是十六个点 大天呢 那么说这康熙皇帝 圣主爷就没有一点欣慰的地儿吗 在这场战争上 哎还真有一点 通过这一场败仗啊 这康熙皇帝 还就真看出了 这藏族人民善良的一面 藏史所在 在这个穆鲁斯乌苏一战之后啊 这清军有四百二十八名俘虏 就被压到了藏地 这会儿呢 贾达赖喇嘛 格桑一息加措已经甩了 被囚禁在耀王山 那整个藏区的这个宗教事物 是由谁来管理呢 当然是班禅尔尔德尼来管理 这班禅大师啊 就多次向这准盖尔的带兵大将军 大策灵敦多不求情 让他放了这四百二十八名八七将士 可是啊 这大策灵呢 始终犹豫 并没有放 不过呢 也没有杀 在这个班禅大师的争取下呀 给这四百二十八人呢 充足的粮食 以及衣服御寒 并没受着什么罪 到了康熙五十八年 那年呢 按功力算应该是1719年 这群人得到释放的时候啊 也并没损失几个 并且呢 这藏人对这群俘虏十分友好 据这个青石稿所在 释放之日 唐古特人分分次一 暗次银钱 辞八命 这唐古特人呢 说的就是藏人 藏民 送这个吃的 送穿的呀 那就已经很不错了 竟然还暗暗的送钱 后来这群人呢 就走了 康藏县 走大剑炉方向 就被年耕窑的部队接收了 这沿途啊 这喇嘛 对这批青军呢 更是热情的招待 还治愈了很多伤员的伤势 这里边还有一个小故事啊 也挺有意思 我就不妨啊 给您磨道磨道 到了几年以后啊 这屈准宝藏战争结束 青军大获全胜啊 当然这个大获全胜的故事啊 咱们明天再讲 在这期间呢 又发生了一个小故事 什么故事呢 说有这个西安都标后营 马兵朱文秀等15名青军 那这15个人都是什么人呢 都是技术工种 不是这个善治马兵啊 就是会野铁制工 被这个准干人看中了 别人都放了 就这15个人没放 为什么没放呢 想把他们呢 掳回到伊犁河谷啊 好为自己所用 那到哪了呢 就到了这个阿里地区了 您也知道啊 从这个拉萨出发 要想回新疆走大道啊 那就得先一直奔西 通过这个阿里地区 然后再翻越昆仑山 进入到新疆 也就是咱们现在所熟知的 219国道 阿里地方总管康基奈 说实话 可以完全不理会这些 压着这个清军的准干人 放他们过去也就完了 这样呢 给自己就省下了很多的麻烦 可是呢 这康基奈为营救这15名清军 就把这些准干人呢 营进了自己的城堡 结果用计灌醉了准军 才营救出15名清军 也就是说呀 在穆鲁斯乌苏 也就是通天河一战当中啊 这清军虽然被准军俘虏了不少人 但是一个也没被裸到伊犁河谷 这还是万幸大幸 让康熙皇帝非常欣慰的 所以说在康熙皇帝心里认为 唐古特人也就是藏民 是非常亲切 非常有王化的一群人民 那这就是康熙皇帝 对第一次这清军 入清藏高原作战 失败了以后的总结 那总结以后啊 这康熙皇帝决定要重发天兵 进军西藏 那第一件事呢 就是把这个青海的右翼管事 王爷察罕丹京 先罩到了热河 那我想把他罩到热河来 无非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先封官 爵位先长了 长到什么程度 好 不小 郡王 那这样呢 基本上啊 就和这个左翼的管事亲王 罗伯藏丹京啊 肩板持平了 为什么呢 虽然这个罗伯藏丹京是亲王 但是呢 他比这个查罕丹京呢 矮一半 还有一点呢 满英满许的告诉他 那个假的六世达赖呀 格桑一喜加索呀 在大清朝这 废了 不承认了 承认了格桑加措的转世灵同身份 这算是这康熙皇帝认错了 可是认识的不够清楚 哎 这是咱们背后说 他虽然承认了格桑加措的转世灵同身份 但是他不承认这孩子呀 是转世的苍阳加措 也就是坐床以后 我这大清朝廷 哎 政府仍然承认他是六世达赖喇嘛 并不承认他是七世 有人说这没什么 既然都承认他是达赖了 你管他是几世呢 实际上这里边问题大了 第一个问题 就是您康熙皇帝呀 费的这么大的劲 消耗了这么多的兵力去驱准宝藏 结果呢 这个拉萨的僧团 就是这个拉萨的藏传佛教的教廷 还是认为您呢 不尊重人家藏传佛教 尊重人家皇教格鲁派 为什么呢 因为拉萨教廷啊 认为这格桑加措呀 是按照正式的达赖喇嘛 转世遗鬼而寻放来的灵同 您就应该承认 他是六世达赖喇嘛 苍阳加措的转世灵同 他是七世达赖 可是您现在这么一来呢 费了半天 金花了钱 打了仗死的人 也没讨得啊 这个拉萨教廷 以及信众们的欢心 因为人家认为您呢 做的都是表面文章 为的是我们这个地盘 还是不尊重我们这个宗教 要不然您怎么连教义和教法都不懂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后世很多人 从这一点上他们分析出啊 这苍阳加措实际上 没缘弃在青海湖边上 所以这康熙皇帝呀 是懂这个喇嘛教 活佛转世的遗鬼的 他们知道这苍阳加措没死 所以他才不承认 有他的转世灵同存在 那我想啊 这就是那些啊 这个苍阳加措迷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那我是不太相信的 在那个年代 那更是政治正确第一 康熙皇帝拿着心思 整这些绕脖子的事啊 这康熙皇帝大老远的 把茶汉丹精叫到热和 还有一件事情 虽不明说 但是实际上是最重要的 什么事啊 他话里话外点这个茶汉丹精 他说呀 等到事情全安顿之后 这和硕特韩国呀 还是要存在的 这大清朝要在这些和硕特王宫当中 选出一人寄人大韩 重新做和硕特韩国的韩王 掌管青海西藏等地 那当然了 这条件呢 只有一个 我这再次发兵青海的时候 看你们谁使劲不使劲咯 接下来这康熙皇帝 可要选出一位领兵的大元帅来了 上次的错误在于啊 权力分散导致啊 主帅之争 这回啊权力必须集中 那怎么集中呢 看样子选大臣去是不行了 于是啊 才有这大将军王十四爷出征青海 这清宫之内才引得九子 多迪